温 風雲線 接著我們趕快來看一下戶外的天氣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在外島的溫度來講 馬祖清門澎湖溫度都是 二 那北部雲 雨的關係 是可以溫度來到二十 南 來 那是西 第六 啊 啊 氣 造成今天 都是相當的不穩定 換句話說 情況 而這個情況 大家來看一下明天的地面地氣圖 到了明天我們可以看到呢 台灣還是吹的是西南 但是我們 東邊這個高壓呢 已經開始 一張禮拜 那台灣附近呢 到時候台灣會從西南氣流 是比較屬於天東 的話 這個高壓也會一直 行行 所以你們兩個 兩束交叉之下呢 其實到了禮拜三整個降雨的情況 才會逐漸逐漸的換 而至於整個雲亮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衛星雲譜 從衛星雲譜 還是有深出一些對流雲層 而要特別提醒的是呢 現在呢 包括了這個竹苗山區 還有中南谷 甚至是南部山區呢 現在的對流都已經開始慢慢再發展起來了 你說今天晚上有機會出現較大的雨勢 這些地區民眾特別注意 接著看一下明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明天呢 北部地區呢 都還是有機會下雷雨的一個部分 午後要特別注意較大雨勢 我們可以看到 中部地區呢 明天氣呢 也是不穩定的 溫度是24到33度 而至於南部地區呢 明天呢 也是相當容易下雷雨的 尤其是山區 特別注意哦 溫度25到32度 而至於東半部地區呢 是有下雨波激動的雨勢是比較大的 溫度25到34度 而至於外的部分呢 也是有機會下雨的 不過呢 這個地區比較好 溫度26到36度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禮拜三日前的2點 其實相當不穩的 只要禮拜四之後呢 這個天氣呢 會慢慢的放起 一些好轉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漁業氣象部分 明天的平均風力是5到6成 我們可以看到 各種風氣幹嘛 沒關係 很挑戰 沒有 不怕 沒有 我們在這裡 說不定 哪一 Nove 沒有 我們可以在這裏 用來 讓大家看到 你們可以在這裏 就是拆開 我們可以在這裏 對 我們可以說 在這裏 我想要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